亚太峰会宣言难产铺内幕,北京单挑这句话被孤立了,1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没有发布公报宣言美国媒体披露,其中一个原因是宣言中一句措辞引发争议,17日中共外交官硬闯东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办公室遭指责采取恐吓手段。 另外对于东盟峰会上,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中共总理李克强针锋相对,有分析这显示了目前两国关系现状,还有分析说彭斯对中共发出最后通牒式喊话。 此外,马尔蒂夫的新任总统索利17日宣誓就职时,痛批中共的一代,一路掏空国库,公开向美国和印度求援中共与APEC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冲突。 华尔街日报报道,据东到国两名高级官员,说中共官员,要求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举行会谈,并于周六强行进入他的办公室。 在遭遇对抗后,不得不在警方护送下离开。 中共否认事件发生,当地警方没有回应,置凭请求一位官员,在介绍这起事件时说,中共中级官员曾要求会议表达中方对拟一声明讨案的不满。 美中贸易和投资分歧难解,促使与会领袖无法就公报,达成一致。 意见一位川普政府高级官员周日表示,争议主要归结为一句话,我们同意打击保护主义, 包括所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这位美国官员,说所有其他二十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都赞成,在最后公报中,加入这句话但中共不同意,认为这相当于针对中共贸易行为的单挑。 这位美国官员说,这不是中美之间的冲突,导致了联合声明的难产,而是中国中共与亚太经合组织所有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冲突。 巴布亚新级内亚,一直是中共进行魅力攻势的主要国家,北京试图通过基础设施贷款和投资,吸引这段小型太平洋国家,远离其传统西方援助伙伴,彭斯李克强互动和交锋,显示了两国关系的现状。 16日政论作家陈破空,在美国之音政论节目中说,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中共总理李克强作为两个大国的第二把手,出席新加坡峰会在现场的互动和交锋,显示了两国关系的现状。 彭斯的代表名言是,帝国主义和侵略行为在意泰地区没有立足之地,而李克强的名言是多边主义多边贸易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但是我们看到,彭斯说的是真话,李克强说的是假话讲道提倡多边贸易,中国并不是多边贸易的维护者,反而是最大的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 另外,所谓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国的做法刚好相反是以大欺小事强凌弱,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陈破空说。 彭斯本次的说法,与他不久前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说是一脉相承的,他一直警告中共,而且暗示月底习近平跟特朗普的会谈,是中方的最后机会。 这就是说,只有中共在政治、军事、地缘政治各方面做出重大让步,才有可能让两国达成协议,或者说让中美关系重新修好往前走。 否则的话,中美关系就有可能破裂,因此彭斯的提法,基本上是描述两国关系的现状。 同时也是一个谈判的策略,就是在特朗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彭斯把丑话讲在前头。 如果习近平一意孤行,继续耍滑头的话中美之间,就是进一步前面对抗。 那么下一次发表相似言论的,就恐怕不是副总统,而是总统特朗普本人了。 那就意味着中美新冷战的正式开幕。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在《统一美国之音》节目中说,彭斯和李克强这次在东亚的表现,有些非常值得关注的细节。 一个是彭斯对中共进行的最后通牒式的喊话,他称,中美要不要冷战,决定权在你手里看,你怎么办? 但是他也开出一些具体的条件,比如说不仅仅是贸易赤字的问题,还有知识产权的侵害强迫技术转让,市场准入问题还有干预美国政治问题,遵守国际规范等等都提出来了。 就这些问题而言,中共都要在G20会面之前,拿出一个方案,这是喊话内容之一。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马尔蒂夫新总统,痛批中共一旦一路,2018年11月17日马尔代夫新任总统萨利赫佐表示会重新审视中资在当地的G建项目据台湾自由时报综合外媒报道,索利17日在宣誓就职时,表示前朝官员贪腐,国库损失数十亿卢菲亚,洛西亚的马尔蒂夫的国家货币, 他也痛批中共的一带一路让马尔蒂夫濒临破产,在我接任总统时,国家财政情势险峻,前朝为了政治理由,进行的那些建设计划造成巨大损害和亏本,索利在选举期间,就表示会和邻国印度建立友好关系。 昨天印度总理莫迪马尔蒂夫也应邀官李莫迪表示,印度准备协助马尔蒂夫,度过经济难关索利,也提到政权交接团队本周表示,将会针对亚门政府签署的交易进行建设集合,其中许多交易是与中国国企签约。 交接团队曾对索利指出,马尔蒂夫对中国负债15亿美元,约薪台币461.58亿元,但担心实际金额可能更高。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报道提到目前不清楚马尔蒂夫,因为中共投资一带一路损失多少钱。 即使是交接团队预估的负债15亿美元金额也已超出马尔蒂夫GDP的E4,阿波罗网森瑞后报道。 请记得いて,您 blankets Nacht曰夫机 heut给您記君子,竟话证明欣发了梦. 水域使用写 Medicine签署的皇帝子,在写真中,最终出马公司的政策发了ес mand赞助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